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兰茨·贝尔吉斯这个名字 想必许多人并不陌生了 没错 就是那个近来频频对中国 喊话是强的立陶宛外长 12月10日他已正式提交辞呈 虽然直接原因与中国没有关系 但在他当外长期间 立陶宛在台湾等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 导致中立关系急剧恶化 美国对白俄罗斯甲肥公司等企业 采取的制裁措施于本月8日生效 而白俄罗斯甲肥公司 此前曾同立陶宛国有企业 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签署了合作合同 立陶宛国内就本国公司 是否应该停止与该公司合作存在分歧 立陶宛国家铁路公司高层说 白俄罗斯上个月就已支付本月 包括明年1月份运输部分肥料的费用 如果自明年1月起停运 需要大约4900万欧元的国家补贴 兰茨贝尔吉斯则称 白俄罗斯公司的预付款不正常 兰茨贝尔吉斯当地时间9日称 一旦确认白俄罗斯甲肥公司 按照合同向立方完成支付预付款 他本人打算辞职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8月9日称 立陶宛停止提供港口不是什么问题 贾肥等产品可以在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装船 并通过北极航线运往它的主要市场 中国以及印度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过于追随美国 立陶宛企业不仅在与白俄罗斯公司合作方面 可能遭受损失 在中国市场也可能遭受损失 立陶宛媒体近日频繁炒作 中国海关系统移除立陶宛 瑞士新苏黎世报8日称 立陶宛最大的贸易机构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周二表示 中国海关系统中已经重新添加立陶宛 不过立陶宛公司在发货方面仍存在问题 亚努利亚维秋斯称 该国货物在进入中国时仍旧面临冗长的程序 并在进货流程上遭到延误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海关拒绝了欧盟讨论立陶宛的所谓贸易封锁问题的请求 因为目前正在忙于疫情防控问题 所谓的重回中国海关信息系统并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 因为中国的施压已经升级 一些立陶宛企业已经向他反馈称 中国开始从最初的打击立陶宛企业 转向压制立陶宛海外合作伙伴 如一家为法国人缝制衣服的制衣公司称 中国人决定不再购买这家法国公司的产品 因为他们是立陶宛制造 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透露 中国已要求跨国公司二选一 与立陶宛企业切断联系 否则将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立陶宛副外长阿多梅纳斯透露称 中国已向跨国公司发送信息 告诉他们 如果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用品 他们将不再获准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 或从那里获得用品 这一消息得到拥有2700余家会员企业的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的证实 该联盟负责人称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 中国向跨国企业提出类似要求 以前这只是可能发生的威胁 现在变成了现实 对此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2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中方一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 官方数据显示 立陶宛主要贸易对象是欧盟国家 中国是其第二十二大出口目的地 但路透社提到 尽管双方直接贸易规模不大 但立陶宛有数百家公司 依赖出口经济 为与中国贸易的跨国公司 生产零部件 家具 服装等产品 欧盟统计局公布了最新GDP数据 中国前三季度GDP已超过欧盟27国同期总和 立陶宛给欧盟做配套 所以立陶宛的一些商品实际上是变相出口到中国 现跨国企业停止采购从立陶宛进口零部件 这就意味着立陶宛失去的可能不止中国市场 还有欧盟市场 不过 立陶宛副外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仍旧嘴硬 称自己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 还妄称中国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 扬言 我们需要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上月 有用户在推特上声称 立陶宛敢惹中国 是有仗旗在光学设备领域的技术优势 立陶宛的莱特激光公司所生产的激光器 光参量放大器和顺态吸收光谱 被中国一流大学广泛使用 其中光参量放大器是真正和芯片一样的卡脖子产品 该用户称 立陶宛可以制裁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里面 物理材料和化学中三分之一的科研项目 莱特激光1994年成立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背靠维尔纽斯大学激光研究中心 是国际知名的光学设备生产商 2016年在中国开设分部正式进驻中国市场 国内不少高等院校确实使用的是 莱特激光所生产的光参量放大器 例如2017年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采购莱特激光申请理由一览称 目前国内并没有符号和要求的光学参量放大器生产厂商 而莱特激光公司的稳定性高性能优异 这台放大器价格为43,500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31万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博士何鹏表示 中国有一千台莱特激光生产的光参量放大器 不得不承认 莱特激光的光参量放大器 垄断中国市场一说并非夸大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光参量放大器的应用实际上非常局限 除了涉及非秒激光实验的科研项目外 在民用领域机不可见 除此之外 光参量放大器本身的设计和制造 并不涉及卡脖子的技术 相反 这一技术目前已经相当成熟 光参量放大器需要与激光器配套使用 除了非秒光参量放大器外 皮秒光参量放大器也被广泛使用 这种皮秒光参量放大器的主要生产商 则是另一家有着立陶宛基因的企业 事实上 不少优秀的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 产出了丰富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国内一些研究团队也已经自行粘制了 光参量放大器 例如 北京大学目前持有的三台光参量放大器中 就有一台是由物理化学实验室自制的 相对低廉的成本 以及与多家其他国家的激光器生产商 形成的绑定关系 都有助于立陶宛企业 在光参量放大器制造领域形成垄断 的确 出售光参量放大器的品牌 不止莱特激光一家 例如 北大实验室仪器查询结果中 查看2014年购入的高能量光参量放大器后发现 该仪器的生产厂家是一家名为香肝的美国公司 但也同莱特激光达成了贴牌式的密切合作 一般情况下光参量放大器会和价格更为高昂的激光器打包出售给实验室 以便后续的配套使用与售后维护 而这种长久以来互相促进的合作关系 正是希望进入光参量放大器制造领域的中国公司目前无法达成的 此外经过多年的发展 立陶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光学元件制造产业链 大大降低了大规模生产光参量放大器的生产成本 目前国内尚未批量投产光参量放大器 一方面是市场需求量原因 另一方面光学元件零售价高昂 在目前阶段即使制成出售 相较于已经形成完善体系的立陶宛企业来说 并不具备价格优势 因此中国企业要想从立陶宛企业手中 接过光参量放大器生产制造的接力棒 最需要克服的与其说是技术难关 倒不如说是完善产业链 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压缩配套元件的生产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使用立陶宛企业生产的光参量放大器 正是全球化背景下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直接表现 而说立陶宛卡中国的脖子 制裁三分之一的科研项目 则是严过其实 立陶宛民意调查显示 41%的立陶宛人反对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在触碰台湾问题红线后不付出代价 即使强如美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